看这个题同学吗 注意啊 看 A friendly basketball match 好 这句话的主语 叫做一个友谊的篮球比赛 叫友谊篮球赛 怎么了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记者短语 学生们和老师们之间的 在这里的记者短语 作为后视定义 后视熊词 修饰前面的名词比赛呢 整体前后包抽夹击就翻译成了 一场老师和学生们之间的 友谊篮球赛 是整句话的主语 主语是篮球赛 赛 怎么了 明天下午 Tomorrow afternoon 下边出现核心动词叫held held 作为一个动词呢 它原型是hold 叫做举办 举办运动会或者比赛都更hold的啊 那么你同学们看 这件事发生在你将来啊 所以你A选项是 过去时的被动语台 那么B选项是将来时的被动语台 C选项是现在时的被动语台 以D选项是必须被举行 同学们 明天要被举行 是不是 注意啊 必须用被动语台 因为比赛它是个东西 它是个事 它是个虚空 没法自己去行 必须是B单结构被动语台 所以说根据时间上来说 你说选啥 留言区告诉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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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